总有人会说 白错 你的视频真的一点营养都没有 我又要你说吗 我自己心里不知道是吧 当然你这一说呢 我就容易有逆反心理 我特别想回怼 我就想说 你才没营养呢 但是我知道 我这样一说就中计了 对方肯定会说 你急了你急了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我分享给大家 现在是不是有营养多了 其实我这个人很喜欢喝牛奶 但是我又不能喝牛奶 因为我有乳糖不耐症 所以我只要一喝牛奶 我可能很快就变成了 凶猛的喷热战士 不知道有人是不是跟我一样 如果你跟我一样 可以在弹幕上扣个1 我们同病相连的抱在一起 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 就是我是有开始健身的这么一个大动作 我也诚实地告诉你们 其实我健身真的不是追求什么 多极致的身材 因为也到达不了那种境界 我健身纯粹是因为 我想让自己吃零食 或者说吃肉 或者说喝奶茶的时候 少一点点那种罪恶感 我一般都是先健身 然后健身之后 我就可以 就是非常幸福地给自己 点点点点好吃的 没说完就零卡 说到这里 我实在忍不住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 真的超级超级好喝 我已经连续点了两周了 就第一次喝到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在想 我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好喝的东西 不是广告 我先说一下 就纯粹地分享 如果是广告的话 我一辈子打光棍 反正好吧 稍等我拿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 茶白到他们家的羊汁甘露 我点的是无糖的 但其实也怪甜的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什么 什么五分啊 七分 全糖到底是怎样一种甜度 就点零糖就好了 然后口感特别的清新 反正就是超级好喝 我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还有这么好喝的东西 停不下来呀 朋友们 满足 我很喜欢穿老头背心嘛 但是说没有穿 大家会觉得你们没有诚意 那我提了 对不对 就应该穿给大家看 既然穿呢 那就大大方方的展示 这个呢 就是我新买的瑜伽背心 我新买的瑜伽背心 为什么 好 去世了 好 去世了 光穿瑜伽服不健身 有点奇怪 那我们就以平板铲 结束今天这期视频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认真的 认真平板铲 这个视角就这样 那我们 那我们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